政府昨天以三大条件批准更新 莱纳斯稀土厂营运执照引发争议 群议设计员林志涵今天接受本台专访时就表示 政府的这项决定让莱纳斯成为最大赢家 因为他们可以继续营业 他也表示最大的输家就是稀土厂附近的居民了 他们的健康将会受到威胁 同时这项决策也重重打击选民对西蒙政府的信心 他也批评政府对莱纳斯开出的三大条件充满许多 不确定性 大马原子能执照局昨天公布莱纳斯稀土厂 继续营运的三大条件 第一项条件是莱纳斯必须提成计划书 在国外建设设施将分解和洗涤稀土的程序迁离我国 不过群议设设计员林志涵则表示 政府并没有清楚阐明将这个设施迁移到什么国家 让这个条件充满许多不确定性 这其实给了莱纳斯一个很大的一个喘气的空间 有些四年 到时候那个飞的到底累积了多少呢 况且他们没有见明到底是所谓的国外是哪一个国度 如果是那个 如果是环境法比较严格的澳洲的话 到底执照发不发 信电过程需要耗时多久 其实不是由我国政府可以决定和控制的 第二个条件则是 莱纳斯必须在六个月内确定永久废料储存槽的地点 并取得州政府的同意书 对此林志涵直言 这项决定无疑是在打脸能源科一级环境部部长杨美盈 这个条件其实就是背叛环境部在去年12月4日的那个决定 他们试言当然说 如果莱纳斯不将堆积在国内的废料运出国外的话 将无法继续更新准证 如果有了一旦有了这个确定的永久废料废存槽的话 这其实就给莱纳斯一个借口 以后如果无法兑现第一项的承诺 那个条件的时候 他们就说 不好意思我真的办不到 但我们可不可以继续把这些废料转到这个库槽处 第三条件则是 莱纳斯必须停止任何将稀土废料制成肥料的研发活动 林志涵表示 这项条件其实已经否决了莱纳斯早前将放射性废料 WLB制成肥料的建议 现在政府这个最新决定就说明了 莱纳斯早前说的东西都是不确实的 如果因为这个肥料确实有问题 所以才会中止 环保组织很多都担心 他们把这个肥料就到处送去捶马各地 到时候你也不知道到底那个所谓 放射性肥射的肥料运到哪里去了 所以这个给整个国家更多风险 这个风险不只是局限于关丹革冰而已 政府开出三大条件更新莱纳斯稀土厂的营运执照长达六个月 林志涵就表示 其实最大的营家是莱纳斯稀土厂 因为他们有更多的时间继续营业 不过输家自然就是居住在当地的民众啦 此外当地的环境安全也会是政府需要承担的社会成本 无疑莱纳斯 所谓政府亲来的莱纳斯 是这一次执照更新的赢家 因为他们可以继续营业 可以确保他们的盈利 其实应该要出请莱纳斯 不要再误导公众 因为不能再继续说那个放射性肥料 肤色是低 无害 可是要知道一旦这些颗粒吃进去或吸入身体的时候 会直接造成那个破坏 对于稀土厂的去留问题 首相敦马哈迪曾经表示 关闭莱纳斯将另外资对我国却布 但林志涵则认为 政府同意更新莱纳斯的营运执照 其实是一个国际策略 以维持首相敦马和日本政府长期以来的友好关系 另外莱纳斯只是在我国提炼稀土并没有加工 这家享有12年免税优惠的外资工厂 对我国的经济贡献是有限的 莱纳斯的最主要的客户是来自日本 日本需要大量的稀土来制成很多科技的产品 所以我相信马哈迪政府 为了要跟日本政府交好 然后他们却把这个供应可以持续 所以会想把这个行业留在马来西亚 之前企业发展部长莫纳斯就说过 这个莱纳斯会有很多稀土制造下游的那个行业 他说至少这个有1000亿的那个价值在里面 可是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莱纳斯 把那个制成体验好的那个稀土 就直接就送出去原料就直接送出去国外 所以我们暂时没有看到所谓那个经济效应 林志涵坦言西蒙执政后 部分议员开始默不作声 让莱纳斯稀土厂继续在国内运作 这无疑将打击选民对他们的信心 我觉得对当地的居民来说 这个肯定会 因为他们也生活在这种恐惧之下 觉得这个政府背叛了他们 可想而知的 如果他们没有发言的话 没有针对这个政府立场发言反对的话 应该会影响他们的选票 林志涵坦言国人的健康才是国家真正的财富 一旦稀土厂继续在我国运作 那么关丹居民将被迫生活在危险的居住环境中 NTV7黄丽婷采访报道